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这是各州的那个浏览我们网页 那请问我可不可以看到使用者 当然也可以 好 那假如说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我也去呈现各州的一个使用者 所以接下来呢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 我们可以显示 我觉得这样的话太慢了 这样子还不如说 例如说复制它 复制贴上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 因为我不是要去看那个heat 我应该是要 这个值不是看heat 这个值应该是去看什么 user 好 所以直接把值搬过来 这就是我的一个使用者 使用者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那个使用者 跟那个点击数 好像存在一个关系 对不对 像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讲这句话 例如说好了 我先把它改成折线图 然后这个我也把它改成折线图 就是假设我现在叠在一起去看 你有没有发现到 大概 大概这两条线的走势是差不多的 好 当我们今天想要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应该 应该顺便去做一个统计检定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进阶 要去跟你讲 你看到是一回事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应该是使用者 使用者 就是从使用者的角度来去看 那我们各州的使用者 但是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应该 为了我可以具比较性 可以具比较性 应该不要用这个数量来去做 应该用比率来去做 会比较适合 比率 不然这边是100 这边是300 你就说这两个是有很相关 这个我觉得不太适合 好 来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各州 各州的使用者 应该 趋势是差不多的 可是那个人数 人数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说 是不是同一个人来点的 现在我们应该会知道 几乎都是同一个人来点 有没有 随便也开始 有微妙 接客带 小